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备受瞩目的跳水小明星 全红蝉的传奇故事和背后的收入之谜 全红蝉的跳水之路从湛江到世界之巅提及全红蝉 人们总会想到那个在东京奥运会上一跃成名的少女 当时年仅14岁的她以惊人的天赋和超凡的表现 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 成功摘得女子十米跳台的金牌 然而这背后是她无数次的起跳入水和汗水 全红蝉的跳水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她来自广东湛江的一个普通家庭 七岁时被启蒙教练陈华明发掘开始接触跳水 在陈教练的悉心指导下 全红蝉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和刻苦的训练 逐渐崭露头角 她一路从地方队跳到国家队 最终站在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 全红蝉的收入之谜500万的背后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 全红蝉在过去的三年里 收入已经超过了惊人的500万 这一数字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 那么这500万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比赛奖金是全红蝉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国内外的跳水赛事冠军 她自然获得了不菲的奖金 尤其是在东京奥运会和全运会等大赛中 她的奖金更是水涨船高 其次作为国家队的一员 全红蝉每个月还能领取到一定的工资 虽然这部分收入相比于奖金来说并不算多 但也是她稳定的经济来源之一 此外地方补贴和商业代言 也为全红蝉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她的知名度和人气不断攀升 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找她合作 这些商业代言不仅为全红蝉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也进一步提升了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网友热议收入合理而过高 全红蝉的收入曝光后 立刻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有人认为这是她应得的回报 毕竟她为国争光付出了那么多汗水和努力 也有人担心这么高的收入会对她产生负面影响 毕竟她还只是一个孩子 网友爱的小红帽表示 全红蝉的收入完全是她应得的 她为国争光付出了那么多 这些钱是对她最好的回报 网友爱的果果妈则认为 虽然全红蝉的收入很高 但这也是她努力的结果 只要她能保持初心继续努力训练 这些钱就不会成为她的负担 然而也有网友表示担忧 网友爱的蓝天白云说 我觉得这么高的收入 对于一个16岁的孩子来说还是太高了 希望她能够正确处理好这些钱 不要因此迷失了方向 大家学习全红蝉的精神 全红蝉的收入确实让人羡慕 但这也是她付出努力的结果 我们应该学习她的精神 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